学生电台小说联播 九月英飞 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话说吹肉真大叶开来到他以前养伤的地方 他笑着说 竹已经煲好了 你就躺在床上吃 叶开咬下头 现在他的确很需要这样一碗粥 他的话是空的 整个人都是空的 粥的滋味还是和以前一样 但是叶开只喝了几口 再也喝不下去 吹肉真看着他 细声说 你昨天晚上一定醉得很厉害了 叶开又勉强少少他说 醉得简直就像一条死狗那样 吹肉真又看了很久才轻轻叹口气他说 我如果是你 我亦要醉的 你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吗 本来我是不知道的 他美丽的眼里面 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忧愿 听他就慢慢说 那天早上 我被依叶哭逼迫回到玉宵导人那一树 他就 就再认不准我出来了 叶开无出声 他知道他一定吃了不少苦 他就算不说 他也是看得出的 我本来这一世玩完了 我实在想不到 那个恶魔也有死在人家手上的一日 欲宵导人一死 你就来到这一树了吗 那些姊妹一听到她的死讯 就好像刚刚飞出龙的鳥仔那样 多恨不得飞到远远 每个人分了他一些东西 不到一个时辰就全部走了 只有我 他低头没有再说下去 只有他没有走 因为他还记住叶开 所以又重新来到这树 想找回一些昔日的旧梦 这句话他不用说 叶开也会知道 我一个人在这间屋 耽搁了一整天 既不想出去 也睡不着 他笑了 笑得他又很辛酸 其实 我也知道 你绝对不会再回来这树的 叶开我心何尝又不是酸的呢 他睡觉发觉 自己实在是个很无情的人 实在没有想过要重新回来这树 直到昨天早上 我听到了外面的炮掌声 才想起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我不想一个人再闷在屋里头 又饿得不得了 忍不住想出去走走 但是我想不到刚刚出去 就听见了一个很可怕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我听说丁姑娘要成亲 叶开笑得很勉强 我想这个消息并不可怕 但是 吹玉珍又跌下头 那时候 我还以为他 他要嫁的人就是你 那一个女孩 如果听见自己心爱的男人 要娶亲的消息 当然会认为这个消息可怕 叶开了解他的心情 他自己有过这种心情 他忍不住叹口气 我听见丁姑娘要嫁的人 是个受伤的人 我更加认为他就是你 翠玉珍跌下头继续说 那时候 我听完之后虽然难过 只有希望能够 在喜宴上面再见你一次 所以 我就买了份礼 送去洪斌客棧 叶开虎笑 他也送了一份礼去 一份很特别的礼 知道丁宁林的分讯之后 他就决心要想法之中 各定的商医好 可惜他自己没有医商的本事 所以他就在一夜之间 来回赶了七百里路 把割病找来 吹玉珍咬着嘴唇又患了 但是到了晚刻 我又不敢喝喜酒 你不敢 你怕什么 我 我又怕见到你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新郎 那不是我吗 我还不知道 所以 我又将自己困在这间屋里面 一个人买了点酒 躲在这里喝 我想 我又可以算是喝你们的喜酒 叶开看着他 忍着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唉 世上居然还有个这样的女孩 对他有这样的感情 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叶开只觉得心一阵刺痛 我如果知道你在这一树 我一定会来陪你的 吹玉珍出之嫣然一笑 过了很久才接着话 我喝了一点酒之后 又忍不住想去看看你了 你有没有去呢 我辞了很久 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 我既怕看见你们之后会顶不住 但是就这样永远不相见 我也不甘心 叶开也了解这种心情 世上或者没有谁能够 比他更了解这种心情的了 吹玉珍说 到最后我最终拿定主意了 什么主意呢 我就算不去喝你们的喜酒 也要在外面偷偷地看你一眼 你有爱啊 吹玉珍咬咬头 昨天是大年初一 到了晚黑 街上几乎连一个人都没有 我在街上逛了很久 才鼓起勇气 从客棧后面撂了进去 一进去 我就知道不妥了 这地方不妥了 这么大的客棧里头 竟然连一些声音都没有 非但一点都不像有人在这扮喜事 就算扮喪事的人家 也没有那么静的 叶可也听出不妥了 这一问 我知道他喝喜酒的人不少 为什么会连一些声音都没有呢 我找到了扮喜事的那大厅 从窗口向里面一望 他臉上露出一种 受到极度惊吓的表情 就好像又看到了当时 那种惨不忍的情景一样 叶可的心都很紫 忍着又问 你看见了些什么呀 我 我 我 吹玉珍把色是猛金珍 过了很久才说出话 我只是看见喜堂里面 到处都是血 都是死人 竟然连一个生的人都没有 叶开打了个凸 整个人似乎有沉入 万劫不符的黑暗里面 当时我还以为 利益在里面 所以我立刻不顾一切冲进去 直到那时候 我才知道丁姑娘要嫁的人 并不是你 你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新郎哥 叶开把声也有点震 他 他也死了吗 吹玉珍掩掩掩掩掩掩 他死得好惨 丁玲林呢 叶开虽然不敢问 还忍不住要问 他是不是亦 他没有死 当时他根本不在那间喜堂里面 叶开不敢吐一口气 但是又不敢觉得奇怪了 他跟丁玲林分手之后 难道他竟然没有回去吗 评定他们又是怎么死的呢 是谁落的毒手呢 当时在喜堂里面的人 并不少 能够落得到这种毒手的人并不多 吹玉珍晚了 当时我虽然又怕又怕 但是看见你不在里面 我总算松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见四个黄衣人的尸体 我没有注意其他人 仍然仔细去看 那些尸体里面 好像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人 他们如果也死了 凶手会是谁呢 我也想不明白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深恨手励的人 当时我只是想快点离开那个地方 谁知我刚刚想走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 有夜行人的衣决大风声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静 所以我听得很清楚 来的人非但身发都很快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哦? 难道是那些凶手又回来? 当时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所以吓得连走都不敢走了 更加不敢留在果树给他们看见 幸好我还有些武功 趁急之下 武功反而比平时好了一些 居然一跳就跳起来很高 哦? 你是不是跳上了大厅里面的那条横梁啊? 哎呀 我躲在上面 连气都不敢透 只有忍不住想向下面望一望 你望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了那几个穿着黄衣服的人 从外面一飙进来 马上就把地下的死人一个个扔出窗外 窗外好像有人在这儿接住的 不用多久呢? 屋里头的死人居然全部被他们搬空了 叶开面穿着黄衣服的 我看得很清楚的 因为他们的衣服黄得很特别 在灯光下看来 就好像是金光闪动着那样的 叶开扎实雙拳话 果然是他们落的毒手 崔玉珍说 但是我并没有看见他们杀人 人如果不是他们杀的 他们为什么要看人家收拾呢? 他们杀了人之后 难道还想毁尸灭职吗? 哼 杀人灭口 毁尸灭职 本来就是金钱帮的一贯作风 金钱帮? 金钱帮又是什么人? 他们不是人 崔玉珍看着他面上的愤怒表情 也不敢再问下去了 迟了一段时间 出之话 后来 我又看见了丁姑娘 哦? 你在哪里看见她? 就在那里? 她又回去了吗? 那些黄衣人将尸体搬空之后 她就回去了 那时候你还没走吗? 那时候 我整个人都吓得发誓远 在大梁上面傻了很久 刚刚吐了一口气 他们就来了 他们? 他不是一个人去的吗? 去的有两个人 哦? 还有那个是谁? 是那个奇形怪状的老坑 半夜手上还拿着一把雨傘的 哦 是那个顶 你认识他吗? 不单只熄灯 而且还有老朋友 吹玉珍又不敢坦口气 哎 那现在你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个了 叶海面色变了 什么? 他也死了? 死得也很惨啊 是谁杀了他? 是谁落着毒手? 他们看见尸体被搬空 也觉得很意外 但是他们并没有停留 也没有发现梁上面还有其他人在那里 那之后呢 他们一走 我就撂了下去 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在那里吹嘴 他们听到嘴声 也赶回来 在院子里头看一看就越长而出了 那你呢? 我没有跟过去 只不过躲在墙头向外看 你又看见了什么呢? 外面一棵树上面 好像挂着一盏灯笼 下面还站着一个人 是个什么人? 我隔得太远 根本看不清楚 幸好当时四围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以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都听见了 他们说些什么呢? 丁姑娘过去之后 似乎惊叫了一声 然后就问那个人 是不是报... 报达拉? 崔玉珍姐一颍头说了 啊,没错 报达拉 丁姑娘说的就是这三个字 那那个人怎么说呢? 那个人承认了 还说自己是一座很高的山峰 哦,是沽峰天王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人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葛玉珍是死在他手上的 葛玉珍先生为了救丁姑娘 才被他掌力打伤 但是他亦中了葛玉珍的暗器 我听葛玉珍说给丁姑娘知道 那些是一种很厉害的暗器 哎,但是他掌力更加可怕 葛玉珍先生 只被他轻轻拍了一掌 就已经没得救了 叶开又打了个突 他了解葛玉的武功 也了解葛玉的医度 而这种武功和医度 就算有人能够打伤他 他自己也能够救到自己 叶开实在不能够相信 世上竟然有这么可怕的掌力 竟然能够一掌入 拍伤了葛玉的云拍 但是我亲眼看见葛玉先生 达低 就到他第一个新郎 我达低的地方 那这种事 其他人连发梦都不会想到 但是叶开想到了 他了解丁宁林 就好像了解自己的手掌 所以崔玉真 说出了他所体现的事 叶开并不觉得意外 意外的反而是崔玉真 他本来以为 无论谁听的这种事 都难免有些特别的反应 但是叶开只是轻轻叹在家里 他说 我知道他一定会这么做 崔玉真忍不住问 什么 你不怪他吗 叶开拧着 你如果是他 我相信你一定会这么做 因为你们都是心底善良的女孩 你们都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忍心看着人家受苦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温柔 因为他的心只有爱和关切 并没有妒忌和埋怨 崔玉真当然知道 他是对谁的爱和关切 他忍不住也轻轻叹口气 躲下头说 唉 只可惜我不是他 我 叶开拧再被他说下去急着问 你走的时候 他还留在火窟里面 崔玉真咬颅头 勉强笑着说 但是你可以放心 他现在一定还好好活着 因为火窟里面并没有他的尸骨 也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女孩 吉人自有天上 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再见 叶开拧转头 不忍心再看见他的表情 窗外阳光灿烂 晴天似乎将要来临 他忍心再站起来 走过去 推开窗门 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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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的 不理怎么样 现在我总算已经确定了两件事了 不理布达拉天皇是什么人 现在他一定已经受到重伤 我已经不难找得到他 你一定要找他吗 是 但是我还要先去找另外一个人 找谁 他找那个杀人兇审 崔玉镇又咬起嘴唇说 你 你现在就要去 叶开硬起心肠的 我现在就要去 你 你可以在这儿等我 我会回来的 他的心并不太硬 但是他把声已经撕咬那么快了 崔玉镇躲低头 看着指脚尖 过了很久 他说 你不用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 我不会在这儿等你的 他把声已经撕咬战斗了 叶开还忍不住 来转头又问 为什么 崔玉镇的头 跌得更加低 听见他慢慢说 因为 因为我不是他 我 他没有再说下去 就只是这句话 已经令他的心都碎了 叶开的心 拿着那么痛 你 你要去哪里 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我早上到外面去看看 到处去走一走 将来 他勉强忍住眼泪 笑笑他说 将来我说不定 会找个老实的男人 嫁给他 替他生很多很多子女 亦说不定 会开一间小酒店 做个卖酒的老板娘 他的心 已经碎成千千万万片 每说一次 一片又碎成千千万万片 叶开笑就说 到那时候 我一定会去你的酒店 大醉一场的 他笑了 他不能够不笑 因为他怕着自己一停下 眼泪就会流出 崔玉珍微笑说 到那时候 我一定会帮你再煲一锅鸡粥 有燕窩的鸡粥 他笑了 但是他笑的时候 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阳光灿烂 叶开大步行在阳光之下 他面上虽然还有眼泪 但是他知道 眼泪就跟鲜血一样 在阳光下很快就会干 泪已经干了 血液已经干了 泪痕是看不见的 但是鲜血流下的痕迹 一定要用血泪才洗得清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叶开一向都用宽术来代替报仇 他的刀一向不是杀人的刀 但是现在他的心 竟然冲没了愤怒和仇恨 他忽然发觉 自己就好像一个可笑的木偶 一直都被人用一条 看不见的线插在手里面 他不想再被人这样娱弄下去 更加不愿意再受人利用 没有人愿意做木偶的 无论谁的容忍都有限度的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订阅下回分解